仓服站着下车 坐上轮椅 这是台东南回协会 从2019年推出的幸福轮专手服务 免费到府再送 台东南回原乡地区 有就医需求的民众 提升原乡地区公共运输的不足 为期三年的幸福轮专手计划 三年来五台车共行驶78万公里 相当绕行台湾650圈 在运人次打1万8千多人 说到好评 在知名企业家的支持下 持续推动 再多加投入一台车 增加载客服务量能 交通部开发民间白牌车 可合法经营偏向客运后 协会提到未来计划 推出这项服务 让原乡的交通网更加便利 原市新闻物局台东达人 财榜报导 还计划